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多的道理也没法帮你生孩子 对吧 因为我举任何一个理由支持生孩子 你总能找到一个理由反驳他 别说生孩子 人类的生存 生命的生存 本来就是不需要理由的 关于生存 你也可以找到反驳我的理由 那为什么有人选择了自杀呢 对吧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当你不想做就会不做 就像生命 如果不想生存就不会生存 我想起了那个黑客帝国最后那一幕 就是尼奥和Metrix对话 Metrix说世界本来就是一片虚无的 你这么努力干什么 努力最后也都是会虚无的 如果尼奥要跟他对话 解释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那是解释不完的 两方又开始变精了 对吧 你有这变精的功夫 你都可以生个孩子了 那尼奥就回答一句话 我愿意 我高兴 那我想反问的是 就什么时候开始 生孩子这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 非常丰富的一个思想问题 在以前 生孩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生孩子本来是一个 生命的一个延续过程 它就是一个本能的自然的一个东西 但是进入人类社会之后 生孩子就有社会意义了 它是人口的再生产了 那它有社会意义就会引来思考 比如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今天的社会资源的 分配的不公平不均匀 像这个房价教育医疗 像这个房价大山 你想去的地方房价都太高 房价低的地方 你又不想去 再比如这个教育 最新的教育政策 已经要把这个情棋书画 都要纳入中考 所以这个人们 尤其是这个没生过孩子的人 一想到这些就觉得焦虑 生过孩子的 那反而应该就那样了 对吧 那有很多人就用马克思的人口 再生产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 但是这个理论也不能解释 所有的现象 对吧 比如我们就看到 有很多地方的人是 越穷越要生 对吧 像这个欧洲 移民要生孩子 那本地白人不愿意生了 那中国也是这样 比如我今天打车 遇到的出车司机 玩北来的 年纪比我小很多 但是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虽然他也焦虑 但是他还是乐在其中 他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多 当然我马上想到 我们可能就有城市里的人 小资中产 就会批评这样的出车司机 你们农民这么穷 为什么还要生 所以这个最自我矛盾的 最焦虑的 又最面临这些压力的 就是中产阶级 以及想做中产阶级的这些后备军 包括广大的学生 知道大家一想到这个问题 有很多的焦虑 对吧 你焦虑是因为你还是考虑要生的 你完全不想生 你就完全不焦虑了 对吧 焦虑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今天好多的焦虑也是造出来的 什么家里生了老大了 要不要生老二 然后老大反对 父母就不敢生 哪有这种事情 都是你想出来的 你一个成年人了 你家里老大 心理建设你都搞不定 当然这也很正常 不焦虑就不是小字 我前面说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虽然正确 但是他没法马上解决眼下的问题 我也没法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今天主要还是讲给这些 马上要面临成家立业 生儿育女问题的人 去听 去做一个参考 生不生孩子 今天还跟大家的生活观念有关系 一方面 大家是觉得社会压力大了 我担心我过不了好的生活 我也给不了我的孩子好的生活 对于他来讲 我想象中的好的生活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一种决定我的地位 对吧 我要是过得不好 我觉得很没地位 我会有耻辱感 然后我想象不存在的孩子 他也有耻辱感 我能理解 我自己 其实我生 孩子的时候 房子都没有的 还在读研究生 好多事情 就一开始想象的会比较害怕 到最后也就解决了 我这么说不是要否定社会压力太大 不是说要去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会看到 我们一方面会讲今天中国复兴 我们跟西方人比 发现我们生活其实有很多 超过他们的地方 我们的幸福感更强 既然一方面说我们生活变幸福了 为什么一方面大家又说压力大了 生活不好了 这里面有矛盾的 大家有没有去考虑过这个问题 也许是总体水平上升了 但是你觉得差距是你不能容忍的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在借 谈论那个不存在的孩子 来讨论自己的生活 交自己心中的一块 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好生活 这样一个判断 但我们今天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 它的定义往往变成一些 说物质化 好像也不是那么确定 不光是物质 它要一种通过物质来表达的等级 然后它要的那种生活 好的生活是比较确定的 我消费什么东西 使用什么 而跟孩子打交道 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件 变成了一件他害怕的事情 他宁可去养一个宠物 他不养孩子 为什么 这个宠物你喜欢他 他就喜欢你 可是孩子不一定的 教育孩子 他不会每件事都听你的 人开始害怕复杂性 可是问题是我们人类的伟大之处 就是我们擅长面对复杂性 我是不是以前讲过一个例子 对吧 恩格斯他懂很多地方的方言 他就是愿意面对不同的复杂的人类 他能把他们认出来 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这本来就是我们丰富性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一方面说要生活的丰富 但是要的是那种精细划分的 可以工业化生产的 强调品味区隔的丰富 而不愿意去面对人的丰富 现代人特点叫我私故我在 因为中产的特点是我焦虑故我在 你焦虑就说明你是一个中产 或者中产的后备军 你要是不焦虑你都不是一个中产了 但是大家在焦虑的时候 是陷入一个纸上谈兵的问题 就是你没生过 本来生孩子是实践的事 你去做的事情 现在就是去想 你要是能用脑袋想出来一个孩子也不错 真正的去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的 就像我举一个相关的例子 以前有女权主义者讨论说你们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就要支持我当单身妈妈的权利 我可以不结婚 但是有孩子你如果不支持你就是假女权主义者 然后有人就又开始跟他辩论了 对我来讲不需要辩论了 好啊你想做单亲妈妈我支持你辩论结束你去做 这时候他就犹豫了对吧 他马上发现前面那些都是扯淡 真要你做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单亲妈妈单亲家庭和完整的家庭 那个压力小那个压力大 所以好多事情是要去实践的 今天的人的实践都是需要知识引导的 问题是好多知识是一些伪知识 比如养孩子的知识 因为今天太多关于养孩子的知识了 所以在你没养孩子之前你就有一种紧张 这么多知识我能掌握吗 到底怎么去处理小孩的问题 不光是小孩吃喝拉撒的问题 智力发展的问题 还要考虑以后上学互苦这些知识 生了小孩去办户籍 办什么各种证明 我还跑了很多趟 人嘛就是要去跑跑的 今天就是关于这些知识太多了 各种育儿手册 专家太多 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 你要相信你经过这样的教育 你已经比以前的人在育儿方面 你的知识水平都已经比他高很多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妈妈都会有几本育儿书籍的 刚才讲到怕小孩的复杂性 现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 见用蔡翔老师的话 青春期太长或者儿童期太长 这个跟个人主义跟所谓的启蒙也都有关系 就每个人总觉得我还是个孩子 我就去养孩子 你会看到现在 现在很多网民对小孩很讨厌 就是所谓的熊孩子问题 每次只要出现关于熊孩子的新闻 底下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骂熊孩子的 就是说我以前也在饭店里吃饭 那个熊孩子跑来跑去很烦 家长不管 那按照我的经验 这里面有很夸张的成分 很多家长其实是管的 但是小孩不是那么容易管住的 可是在没有养过孩子的人看来 小孩子应该是说一声 你叫他别动就不动了 然后有次看见评论里就有人说 说要是我 说一声叫我不动了就不动了 其实那是他不知道他当年他爹妈的艰辛 不行回去问一下爹妈 爹妈管你多不容易 小孩子不是说叫你停你就停的 压抑不住的天性就跑来跑去 很多家长其实是尽力去管的 如果这个小孩你跟他说一声 你停 他就停下来了 这个小孩肯定有问题 我相信大家小时候都不是这样的小孩 但是大家就现在怕去处理这个局面 这个就有点类比今天的法律 今天的法律 法条就是要一清二白 你要对照着这个来 就可以 西方人就适应这个 可是中国人不是的 中国人以前有调解制度 现在也有 对吧 不是那种法条能说得清楚的 中国人有这个智慧 人情恋达 这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们说文学不就要讨论这种细腻的情感吗 你会在这个当中找到快乐 只不过好多人现在意识不到这个快乐 育儿也是这样 跟这个小朋友的往来 你这个中间你也会犯错误 但现在人又特别怕育儿的时候 怕犯错误 好像有了什么错误 就影响着小孩的发展 对吧 现在小孩出了什么事 马上一堆文章就批评家长 你哪里斥责小孩怎么样了 这个其实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其实以前大家教育小孩家庭也出很多问题 只是现在人的承受力变差了 对吧 就觉得害怕有一点对不起小孩 最后干脆选择我不要小孩 就像网上经常有 比如说小孩出事了 大人没照顾好 底下一堆评论就在说 你没有能力养孩子 你就不要生孩子 你没有想好你就不要生 好多事情都不是想好在做的 有时候就是概率问题 我小时候也出个事 掉到水里擦点淹死 你不能就是说 我的家长没有照顾好 好多事情 就是有一定的概率 当然我相信 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 它有一些基因的积累 有些本能 就是你希望 大部分人还是希望有孩子 希望在孩子身上看到生命的延续 我们今天有很多问题 确实是因为独生子女问题造成的 因为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 你如果从小就是一个孩子 你就有很多社会方面的不熟悉 有两个孩子就会打打闹闹 要处理学会处理互相之间的关系 而且从长久来看 有两个孩子 你有一个亲人 然后才会有兄弟姐妹 有来往 对吧 才有这种社会 反而独生子女是对这种社会性不敏感 不能想象那种好多个亲戚会串门的 我们的很多情感 包括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就来自于这种多孩子家庭 比如大家回想法国著名文学 追忆四水年华 最经典的桥段小马德兰点心 就是写他吃的那个点心 突然击中了舌尖上的感觉 舌尖上的回忆 后来回想起以前是在自己的姑妈家 得到的那种照顾 那种温馨 对吧 所以人类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事物 它可以创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 里面有丰富的故事 也可以萎缩变得越来越简单 而且你会把这种简单化的后果 当做是幸福本身 我就要生活得简单 我不要有那么多社会关系 只要最好是一根网线 有快递给我把各种满足我生理的需要的 甚至那些满足我的精神虚幻需要的东西 送过来就可以了 你不知道其实还有那么多丰富的东西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 生孩子这个事情我帮不了你 不像写文章可以亲自帮你写 生孩子还是要靠自己 那我们从一个科幻的角度来讲 我们之前讨论这个人工智能的地位问题 一种是很焦虑 怕人工智能代替自己 还有一种是觉得 人类也只是宇宙中的一个环节 对吧 最后可能就是被这个人工智能代替了 生育也是这样 其实好多人担忧的是 这个民族不生 最后可能就没了 而有的民族就是狂生 对吧 最后可能像欧洲啊 美国都面临这个问题 那是安格鲁萨克森的民族 现在渐渐变成拉丁民族了 其实我是不太热衷于讨论要不要生孩子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大家作 你想作的话你总是可以作下去的 生孩子也是这样 他没有那么的麻烦 即使有麻烦 那真是因为有麻烦的事情去做才有意义 我们的快乐有时候就来自于这些麻烦 小孩子就是这样一种小精灵一样的存在 他不是那种像你磕药啊 或者做固定的事情能得到固定反馈的那种快乐 他就是给你不确定给你意外 我想起那个甘阳老师搞通识教育 他在他的学生的这个毕业的这个时候做演讲 第一他鼓励大家不要去 虽然是搞通识教育 他不鼓励大家去做什么文化贵族 而是鼓励大家毕业后 你可以到农村去挂职锻炼 下基层去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找到自己的归宿 成家立业生孩子 最后加了一句生两个孩子 哎呀我都生完孩子了 你们还拿这个问题来折磨我 好 好 好